這個落差就是絕對的了 day and night 英文叫day and night 所以我這件事是很賣他的面子的 所以原本他就說沒所謂 現在突然間他拼命在爭取 每一個國家都在 如果你來的話 我就給你什麼好處 你不來的話 我就怎麼樣弄你 那就是韓劇 現在韓劇 當然是講完數了 找到韓國人來參加了 現在怎麼說呢 他有一個好處 沒有多少好處可以給的了 就算韓劇 你說中國市場是大 但是現在中國人 我昨天還說 一直看新聞 公務員工資這樣減 公務員工資是最後被減的那個 大家人民的收入在下降 就是國家債務在上升 就是到了現在呢 中共沒有訂出錢了 連對非洲的投資都減了 大家而且大撤資呢 撤到中國就是幾慘的 現在開始 很多東西就是撤資了 昨天就想到哪家公司 我看有新聞的 中國大撤資就那個什麼 Pristone 它在惠州那家廠就關了 就是撤資 美國的那個輪胎廠 Fringstone 就是Fringstone 有個Firestone 有個叫Fire什麼 應該是Fringstone 應該是Fringstone 是 所以就很大間廠 是啊 所以我這件事說撤資沒所謂 根本現在已經入了獄了 我覺得如果它要減薪 減到公務員的心水的話 我原本想著它人民幣可以印多一些 看來它人民幣都開始緊張得很厲害 外匯就當然不用說了 如果你說公務員的工資都減的話 它人民幣在某種類的內部的原因裡面 都緊張得不得了 這個債務真的很嚴重 今年通脹已經是兩位數通脹了 通脹已經很厲害了 你再印那些通脹 現在人民幣如果再繼續印 通脹就是屬於一種無法控制的通脹 記不記得國民黨那時候的金元捐印 是啊 下而這樣印 下而這樣印到最後 真的那些錢 最後沒有辦法那些錢就拿創來創的 嗯 你引成這樣 這個通脹 美國現在說如果通脹到7% 就很難控制 但是中國那邊就早就不止7%了 所以這樣就到了 到了那個 就是那種惡性循環通脹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現在往下呢 我們都會多關注一下中國目前這種經濟 經濟狀態了 因為很多事情中國是這樣的 美國這邊呢 都沒開始鬼殺這麼吵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中國那邊呢 就已經出了事你都不知道的 要出到無法掩蓋你才知道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減薪也好 通脹也好 中國出了所有這些問題 就是撤資也好 都已經是掩蓋不住了 我們才看到的 它的錢量又不是降準呢 就是說銀行一定要保持多少的存款在這裡 才可以借出多少的 那它就降了 降了好像降了 降了1%左右 現在變了8點多 就是說你100元存款 老百存款人放了100元 放了在你銀行 你只可以借出去譬如92元 其它你要保持100元在這裡 那它那裡已經降了1% 就是說又放多了1萬2億個出去的了 沒有的了 他說這1萬2億出去 斬一斬就沒有了 只是那些人根本就已經是欠錢了 地方政府 就是欠債欠到一頭裡 你這個一放出去 它立刻地方政府就拿著它這筆錢 就是用來出糧 用來出糧 所以現在根本就是 就是它如果它什麼都不管了 它有它的通貨膨脹 它是可以印的 但是這件事情 那個所謂的那個後果 不堪至上 就是整整一下 就好像委內瑞拉 那些這樣的國家 就是你的銀子 就是你剛才說的 金元權就是元權 但是到了那裡 它惡性循環的 這些這樣的通貨膨脹最慘的 它可能會起價 不如我起定先 如果不是我起遲了 它又起了價之後 我的成本就貴了 就是現在有這樣的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的通貨膨脹 非常之危險 已經去到很多國家 好像巴西 那些委內瑞拉那些 整天都在發生著 整天都在發生著 它就害怕 它都害怕入了這個 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 它的政權就很出問題了 那人民就真的是 因為人錢一邊都不值錢 就是當日登元權 銀元權一搞 那個蔣介石那裡就是失去支持 現在中共呢 外幣就完了 玩完了 差不多外幣只有還錢給人 我猜它可能會賴賬 但是人民幣就已經去到 如果這樣再印的話 會去到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它非常之頭恨的 這件事情 非常之頭恨 我看一下習近平 真是走投無路 我就看不出 我真是看不出共產黨 就是中央委員會 怎麼樣在二十大那裡 再支持它連任 我真是看不出 譬如沒有戰爭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下去 那個反對它的勢力 沒有可能不出聲的 甚至是入獄的 個個都入獄 個個地方政府 個個企業 個個私人企業 國營企業都入獄的 入獄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變成那時候大躍進那時候 直接差不多是影響到 每一個人的經濟 走投無路的政權 是很危險的政權 大家要記住 他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 英文說的 這個時代 我們見證了多少事情 但是真的 接下來這十二個月 二十大之前 接下來這十二個月 我猜多事情發生到 沒有辦法上場 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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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的 是 九月份開的 應該是 不會是 每年底開的 跟美國有些似的 跟美國中期選舉有些似的 有些似的 有些似的 就是 因為年底 就是 這次就比較好玩 我們才跟美國人談起 美國人不知道中國減薪這個事情 我說你不知道中國減薪 因為減薪也是出現過 但是年底減薪從來沒有出現過 大家知道 過年了 過年是發獎金的時候 過年突然間減薪了 所以這個是 平時中國的公家事業單位 到過年那些發物品發獎 發到家裡有個公務員 那些大包小包納到家裡 現在這次這樣做 所以大家看一下 整個交通都失去了 整個北京的交通 因為去送禮 整個交通就是在Grid Lock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北京住了十年 看著他們每次 每次到了過年那時候那種送禮 那每個人在家裡 那些官員的家裡 有一間特別房間的 專門用來擺禮物的 只有一間房間用來擺禮物 多到都要這麼高 所以這個沒有了 現在這次我看 現在不管怎麼有習近平 平在這方面算是成功的了 在那裡拿這些貪污的東西 是減了一大段的 我可以說 限定是減了七成的 是啊 我們看上去 中國那些以前說 腐敗是發展的滑潤劑 現在沒有了 現在其實可能真的沒有了 所以整個 而且最近中國那些 最近中國疫情又開始了 又關廠又關門了 所以不知道了 中國用疫情搞壞 美國經濟搞壞了很多 有些東西這些是商人劍 最後又回到自己頭上 現在中國搞了清零 龜零 所有的清零 所有東西都清零 清零就是 對中國經濟進一步影響 我們再繼續提 現在也是 那時候大躍進 比現在還衰很多 當然衰過現在很多 不用說了 毛澤東任何時候都衰過現在 但是呢 現在我們看的是走勢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各位多謝 我們看吧